哈喽大家好我是Grace 那么又跟大家见面咯 那这个礼拜呢要给大家分享的是我秋冬比较爱用的11支口红 那他们现在都在这里了 就是非常多这样一些口红 秋冬来说我个人比较偏爱用的颜色呢是稍微偏深一点 就像我现在嘴唇上面的这样子的一个颜色 颜色偏厚重一点 因为我觉得这样子的颜色会比较衬肤色一些 再加上秋冬会穿一些颜色比较深的衣服 像我个人来说的话就非常喜欢穿藏青色黑色灰色之类的这样的衣服 所以我个人用的口红都是颜色饱和度比较高一点 或者是颜色比较深一点的这样子的口红 那今天在这里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11支口红 也是挑了很久 在所有的口红中选出这11支想要来给大家分享 好那么我们就先看刷色和口红上色 然后我会再来跟大家review一下这些所有的口红 总结一下这些口红我用下来的感受怎么样 好那么话不多说我们赶紧开始吧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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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是它比较新的这样子的两支唇釉 分别是一个是10号色 一个是11号色 那我们先来说这个10号色 这10号色你们刚刚看刷色就可以看到 它其实也是偏豆沙色的这样子的一个颜色 但是它跟刚刚那个豆沙色呢会不太一样 就是它有一点美籽色的基调的这样子的一个豆沙色 所以跟刚刚那个颜色呢会有一些些区别 涂上唇呢还是不太一样的这样子的一个效果 个人而言我觉得豆沙色是非常适合亚洲人的这样子的一个颜色 因为总体来说亚洲人的皮肤会比较偏黄一些些 那它涂在嘴唇上面本身就不是那种饱和度特别特别高的 它是有一点点果冻质地的这样子的口红 所以涂在嘴唇上面呢会有一种光亮的感觉 会达到一个风吟你嘴唇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这个颜色也是很漂亮的 我个人来说很喜欢 这个我买了不是很久 是我这两个月新买的 但是我觉得这颜色非常的好看 特别是它这种水润的质地 对我很喜欢这一支 然后来说一下它的另外一支姐妹色 这支是11号色 这个颜色好像叫做Hook Me Berry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这支口红的颜色会比刚刚那支要受欢迎很多 因为之前我第一次去买的时候这个颜色断货 它的质地跟刚刚那支的质地是一样的 就是果冻质感的非常滋润的这样子的质地 它的颜色呢怎么说呢 我觉得也可以说是一个比较深的豆沙色 但是它是偏红棕色调的豆沙色吧 跟刚刚那支比呢 上一支会比较偏梅子色 然后这一支呢就是比较偏红棕色调这样子 我觉得如果说是黄皮的话 这支会比刚刚那支要合适一些 如果说你的皮肤真的很黄很黄的话 虽然这话听起来好像蛮奇怪的 但是如果说你的皮肤肤色比较偏黄的话 这一支会比刚刚那一支更适合一些 对那这就是我也非常喜欢的这个颜色 好然后呢是一支Dior的这个口红 它的色号呢是857 它是非常非常鲜艳的这样子的一个红色 它是属于比较光面的这样子的红 所以涂在嘴唇上面的颜色倒是不会说是特别深的那种红 那这个颜色呢我也很喜欢 因为像秋天或者冬天的时候 穿一个黑色的大衣或者外套 然后配上这个初跳的颜色 我觉得会非常的好看 非常的提气色 会有画轮点睛的作用在里面 就是你全身都是黑的 然后有一个非常风盈的这样子的红唇 显得非常的有气质 非常的好看 对 所以我觉得这支也是挺实用的 就是在秋天或者冬天的时候 会给你整个人的一个outfit加分的这样子的一支口红 然后它的质地也是非常水润的这样子的一个质地 并且是光面的 你们可以看到在我的手上 对 那这支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颜色 然后它的这个红叫做好莱坞红 这颜色 那么最后呢还有一支光面的就是Dior的这支Lip Tattoo 它是染唇液 我买的色号是771 叫做Natural Berry这个颜色 它的颜色呢涂在嘴唇上面是有一些些偏紫色调的这样子的红 有一点点像酒红色 但是会比较偏紫色调一点 我觉得薄涂的话呢就是酒红色 然后厚涂的话就是会有一点点像姨妈色 但是比姨妈色的颜色更偏紫色调一点 更加冷色调一点的这样子的颜色 这个颜色呢是在它这个Lip Tattoo系列刚刚出来的时候我就去买了 因为我在柜台上面试了一下我真的觉得这个颜色涂在我的嘴唇上面非常的显白 显得我整个人的皮肤就是非常的白非常的显气色 我觉得你穿的很多然后露出来的可能就只有你的脸你的脖子 或者有些时候你的脖子都没有露出来 显白是一件蛮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个颜色非常适合秋冬用 它的质地不是那种厚重或者带有一点点龟感的 它就是非常水的质地就是watery的质地 感觉好像涂了一层水在嘴唇上的这样子的感觉 那我觉得它有一点点不好就是它跟其他的口红相比 会稍微有一点点难上色 就是你上色需要多花一点的时间来涂匀它 但是涂上唇之后它的颜色持久力非常的久 因为它是染唇液它是tint嘛 所以就是它的这个颜色会留在你的嘴唇上面时间很久 那这是它的一个优点 但是比较难度也就是算它的一个缺点 个人来说我觉得还可以接受 但是可能对新手就是没有那么友好了 那我觉得我用偏紫色调的口红还是比较少一点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颜色还是挺不错的 那么接下来的两支呢就是半雾面 然后丝绒质地的这样两支口红 就是Georgia Mani的这样两支长的红观口红 色号分别是201和405 这两个颜色我觉得都非常的火 那我们先来说这个405号色 405号色它是一个烂番茄色 比较偏橘色的这样子的底调 然后它涂上嘴唇的感觉呢 是会有一点点龟感的那种感觉 就比较丝滑的上嘴唇 涂上嘴唇之后它出来的就是半雾面的这样一个状态 就比较丝绒的这样子的一个妆效 对那我觉得这个颜色也很适合秋冬啊 很多人都推荐过这一支了 所以就是我也不多说了 你们也可以看到它涂在我嘴唇上面 我觉得还是蛮显气色蛮漂亮的 然后另外一支呢就是这个201号色 201号色就是比较typical的这样子的一个姨妈色了 它后涂的时候就是那种吃小人 哦不是什么吃小人 吃小孩的颜色这样子 吃小孩色真的是是非常显白的一个颜色 一个嘴唇可以衬得你整张脸都非常的白 怎么说呢我觉得说到现在啊 最重要的还是在冬天的时候 要让你自己的脸看起来非常的白 这样才会比较outstanding 那就需要口红来做这件事情 哪怕你的妆容不是说到那么浓 但是你有一个就比如说红唇 或者是颜色深一点的嘴唇 比较显肤色的嘴唇 我觉得整个人的气场 然后再加上气质都会加很多分 这个颜色我本人在生活中呢薄涂比较多 因为我觉得涂得太厚的话 吃小孩的那个颜色还是稍微有一点点过啊 我个人可能在生活中没有那么大胆 它薄涂的时候呢是那种酒红色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所以在这里推荐给大家这一支 好那么接下来呢就是雾面的四支口红 那雾面的四支口红呢分别就是这四支 那首先来说一下Fenty Beauty的这一支色号 叫做Uncensored的这支口红 这支口红它真的是所有口红中我的Holy Girl 我不可以没有它的这样子一支口红 对它的描述就是Universal Red 就是所有的肤色用这个红色都好看的这样子的颜色 那它跟刚刚Dior的这支红呢是非常不一样的红 让我涂在手上给你们对比一下 你们来看一下这两个红的区别 这个红怎么说呢就是那种冬天的时候 亲属女把头发挽成一个发际 穿件质感很好的黑色大衣 然后涂的这样子的颜色 那这一支呢我觉得就会比较偏年龄层在低一点 非常青春非常洋溢披散着头发很随意的这样子的一个颜色 对这两个颜色我觉得都非常的好看 那就比如说我想装嫩的时候我就涂这个颜色 那比较想成熟一点的时候就用这个颜色就好了这样子 那它的质地呢也是非常轻薄非常像水的质地 但是它的颜色饱和度非常的高 所以它只要一点一点基本上就能遮盖掉你所有自己嘴唇的颜色 它也是一个比较雾面的质地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你的嘴唇跟我一样比较容易干 比较容易有死皮或者是唇纹比较严重的话 那在涂之前的话还是需要做好一些保湿工作 好然后接着这支口红呢是YSL的八号色 它是一个跟刚刚的Armani的这个201非常像的颜色 后涂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比较看起来有点偏红棕色调的口红 但是它薄涂的时候呢就是会呈现一个酒红色 跟刚刚那个201是一样的 但它们的区别呢就在于刚刚那支是丝绒质地的 那这支是唇雾面质地的 所以它涂在嘴唇上面的话就是不会转印的 像喝水啊吃东西什么我会觉得比较方便一点这支口红 这支我个人用的话也是会用薄涂的方式的比较多一点 所以你们可以看出其实我还是比较喜欢酒红色的 因为我觉得冬天用酒红色的话确实也是非常显气色的这样子的颜色 对那这支我也不多说了就是这样子的一个 好然后接着还剩两支都是偏橘色系的这样子的口红吧 所以这支就是Cat Von D的它的色号是Lolita 2 这支颜色我觉得也是比较火的这样子的一个颜色 看起来有点像脏橘色的这样的颜色 对我刚刚这个词organize了很久就脏橘色 对它这个颜色我觉得饱和度没有那么的高 它还是比较偏橘色比较偏黄色调的 但这种比较偏橘色调的口红就是会显得你很白 这个颜色我非常的喜欢 然后它的上色度非常的好 涂上唇的质地也是比较水的 然后它干的很快 吃东西喝水也不会转印的这样一支口红 好那最后的最后呢 就是我现在嘴唇上面涂的这个颜色 就是Colourpop的这支叫做妈妈的颜色 它也是雾面之地的就你们可以看到 好说一句废话 你们可以看到在我嘴唇上面现在是厚涂的这样一个颜色 是不是显得我整个人超级的白今天 我今天特地穿了一件黑衣服嘛 因为我想让大家看一下有一种秋冬的感觉之类的 它也是今天我推荐的唯一一支开价品牌的口红 那这支口红呢它干的速度真的出奇的快 我刚刚薄涂的时候涂上去我想要涂均匀一点 它的颜色它就已经干掉了 它干的真的很快 它的颜色附着力 我觉得比所有的口红都要强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颜色是最难写的这样一个颜色 所以它在嘴唇上面持久度也很高了 就有利有弊 那anyways那这就是这样子的一支口红 比较偏红棕色调的橘色的这样一个口红吧 那这就是我今天推荐的最后一支口红了 好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11支口红颜色都讲完了 好那么如果你已经看到这里喜欢这支视频的话呢 记得给我点一个赞 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的频道的话呢 记得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下一次我更新视频 你们就可以收到提醒了 好那么谢谢大家收看 希望大家天天都开心 那我们下个视频见喽 拜拜